今天要介紹一隻瘋狗流打野 一般來說我們在打經典場 排位場很少看到這隻角色拿去打野 但是在職業聯賽卻很常端出檯面 就是呂布打野 位移、控制、續戰能力都很不錯 技能操作也很簡單容易 還很暴力喔 哈囉大家好我是劉哥 I am Yuga 今天就要用呂布去打野啦 一般來講都是拿去走凱撒路 不過凱撒路你要有一個好的發威 其實蠻困難的 因為對方只要跪在塔下 你什麼事也做不了 但如果拿來打野 這個容錯率就蠻高 蠻好用啦 因為你是呂布 你是戰士 前期也不太容易會被反野 反而你還能去反對方的野區 打野刀我非常推薦要出打野斧頭 你會比較硬一點點 呂布你不需要出太多的攻擊裝備 你自然就會有不錯的攻擊能力 而且呂布拿了藍buff 前期的技能冷卻超級快 技能可以無限開 如果拿了紅buff之後 我的普攻又外加了緩速效果 再加上你看一技能 超遠的位移超多段 直接第三段暈到了井 不過他有瞬移 直接被他跑掉了 不過把他打殘 他就必須要浪費時間回家去補血 現在我就在猜 對面的維塔應該要往這邊考 果然他就走過來了 他前面有克里希 後面有我 請問他怎麼樣才能跑得掉 這個呂布真的是瘋狗流打野 那現在呢 因為我一技能在冷卻 本來想說草叢蹲一下 等一下技能冷卻 可是我隊友全部都衝出去啦 也讓我拿到了雙殺 現在我就在想 我到底要吃自己的藍 還是吃魔龍 還是吃對方的藍buff 結果這個薩尼直接把我推走 他想要保護他們家的藍buff 那當然你這條命就得留下來 再把自己的野區掃完一輪之後 你就可以看哪邊可以gank 像對方的井 就一直跪在塔下嘛 所以你要去莎拉 不太可能 就是往中路靠 就看到這個納克羅斯 他三段位移都交掉了 納克羅斯遇到呂布 他完全無解 因為我出打野斧頭 再加上我的技能本身就蠻痛的 打在那個納克羅斯身上 他只能選擇跑 但有跑不過呂布 就只能選QQ啦 TP直接把我跟藍吸起來了 不過呢 我覺得這是可以打的 因為我的大招快要冷卻好了 跟大家講 呂布你一定要善用你帶的那個魔紋 惡魔覺醒 因為你開了大招之後 你A2技能的冷卻會變得超級短 不然加上你附帶的藍buff 你超級強的 另外我非常推薦呂布 你要出韌性血 雖然開大招會增加呂布的韌性 但是那個大招提供的韌性是不太夠的 你要外加一雙韌性血 才會把你的韌性頂到60% 就是你受到控制或緩速的時候 可以減少60%的時間 這個還蠻關鍵的啦 可以讓你呂布直接變瘋狗 窄口直接打起來正合我意啊 因為呂布在窄口是特別強 那一技能的三段位直接往前 他們是沒有地方可以跑的 除非像是井 井可以翻牆的話 對呂布來說比較困擾 不過呂布的一技能也可以穿牆啊 接著你只要控制好對方 納克的藍buff 讓他沒有藍可以吃 他整場就會很難過 因為我自己有在玩納克 我知道沒有藍的納克 那個技能冷卻有點久 要去分推也不是 要打架也不行 就會很兩難 他到底要幹嘛 就好像沒有用 那當然你看對面的納克 他就選擇他要去賺錢分推 可是你遇到瘋狗流的呂布 我三都唯一直接衝你臉上 你連跑都不能跑 因為我帶了惡魔覺醒 所以我知道我開了大招 一二技能就可以減少冷卻 直接把納克追到死 控制了藍區 接下來你要控制對方的紅區 當然清兵線還是要清啦 因為兵線那個砲車 真的可以給你很多的錢 清完砲車 上路這邊又打起來了 這個薩尼真的很英勇欸 他真的每一次都是為了保護他的隊友 直接把我們頂走那種 這個薩尼我給滿分啦 送了兵線進啦 趕快來推個中塔 然後你要不時的去延續你的被動 有些人可能不知道呂布被動是甚麼對不對 就是每使用一個技能都可以增加10%的攻速 那個10%的攻速是有持續時間的 你要在持續時間內使用技能 就可以把你這個持續時間延續 並且還多一成 像我現在有10成的被動 增加100%的攻速 讓呂布跟鬼一樣啊 好啦這邊吃完魔龍 感覺上這邊又可以打了 但是你看那個薩尼 他真的超英勇的 為了救隊友直接把我們推走 但是你的人頭還是得留下 欸就突然衝出一隻納克 他差點把我們家井給秒掉啦 好險那個納克是有點窮的 這個高地我就有點腦衝啦 真的變成瘋狗了 瘋子一樣啊 不管自己的死活直接衝進去 這就是我們要的瘋狗流嗎 但真的有點太狂了 太狂是需要付出代價的 像我剛剛我的死亡次數就破蛋了啊 就看到對面的納克一直在分推 而且他也終於拿到藍buff 他腳底下一圈藍藍的 接下來我就想要去追他 看他會不會去他的藍區 沒有看到納克 反正看到納克羅斯 他在中路推兵線 他真的已經屬於BD了 整場都在分推啊 隊友們都在上路嘛 所以當然只能我來守兵線 那推完中兵 這個納克你還想跑 可以看到他的技能機在冷卻了 他跑不掉 而且我打他超痛 他頭有點抓癢 這就是出打野斧頭的最大用意 然後剛剛有把我們吃凱撒的畫面剪掉啦 不過我們剛剛是有吃凱撒的 天公巨龍在我手上 那我就想說回家要浪費時間 就直接叫在中路啦 上路就打了起來 我來了 兄弟們 這個艾蜜莉有點硬 但是他被圍毆他還是會死掉的啦 接下來這個畫面跟剛剛有點熟悉 又直接殺進來 不過這次跟之前不一樣 現在我們天公巨龍還有兵線 開了大招直接把納克給秒了 但是這個井我技能都在冷卻啊 我就被他打死了 但是我有復活戰甲 復活之後 哇 我被防禦塔高地給打死了 可是剩下美娜跟皮皮 他們好像沒辦法推主堡欸 他們有要推嗎? 兵線被薩尼推了出來 這薩尼玩得很好欸 寧死不屈的那種 那這個主堡是沒辦法推的啦 只能等我復活再出去打一次 就看到我們家的翠翠克林希 他被納克給殺了 這個畫面怎麼可以 我怎麼可以容忍 我馬上開個大招觸發惡魔覺醒 減少1、2技能的冷卻 繼續追著納克羅斯 他還想跑啊 欸他納克真的跑得比呂布還要更快 我就感覺我好像追不到納克欸 所以追到這邊我就放棄了 我不想要追他了 就趕快把兵線帶過去 因為追他有點浪費時間啦 就看到河道有一隻薩尼 這個薩尼我感覺啦 他應該是要救剛剛那個納克 所以跑出來的 他真的是臨死不屈喔 右邊還有一隻堇 馬上三段位移 不過那個堇交了瞬移啊 我追不到 真的追不到 趕快把兵線清了 左邊怎麼又變出一隻艾蜜莉 還有交了瞬移 我說真的啦 他們的隊友真的是為了救納克 所以全部人都跑出來送頭了 剛剛的堇為什麼不愛惜生命啊 已經被你跑掉一次了 你怎麼還出來被我打到咧 這一次我是不會放過你的 沙樂錦 這個薩尼開了幾走 我追不到 不過對面的納克羅斯 怎麼又在外面跑了啊 可是我們現在是有兵線了 我就懶得去追納克羅斯 趕快把靠地推一推 不然你去追納克羅斯 真的有點浪費時間 追他純粹是為了娛樂好玩 但是遊戲還是要贏對不對 如果繼續打下去 我們被逆轉就不好玩啦 所以我就趕快開著大招 直接推主堡 我不玩了 我不追了 我就是要贏這場 呂布打野真的有那麼一回事 還不錯玩啊 瘋狗流打野呂布就推薦給大家囉 那也不要忘記幫影片點個大大喜歡 我是秀哥 我們就下部影片見啦 掰掰